不啊呀 这怎么不补呀 这单在地让我用上是真是遭罪了 关我啥事啊 难道早点就被嘲讽一波 打开学问卖线侦查一下 什么你说话呀 美丽 美丽 我们是你的粉丝 啊 结果是粉丝那没事了 你们喊我生意怎么跟两个痴汉一样 你们干嘛呀 你们干嘛 我不要面子的呀 其实我想让他赶紧把我给补了的 毕竟直播那么多人看着呢 我丢死人了都 结果这哥们来了剧这个 你聊生路好吧 他在用生意把我头夹抱我头 就算了 我心里面想着你别补了 让我流死赚了 哎 四哥 你干嘛 哎呀 学我说话 哎呀 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给我等 哎呦 我服了 粉丝有必要这么会玩尬的吗 不愧是跟我一类人 比我那部气泡音都要尬 别动 宝宝 我来救你了 宝宝别动 直播被四个人围着要多羞耻有多羞耻 所以我一时半会没缓过来 但是队友发话了 这两个耍杯 耍杯 我懂 随着二号可以摘死树枝的一瞬间 其他队友冷笑一下 我是根本不敢说话了 这是说谁啊 肯定是说我呢 赶紧把这个卖币了 毕竟玩游戏那输赢都是次要的 我可得把家人们守好 受不了这个驱辱了 我都直接死了 这别人别让你们抓着我第二次 把这个三级套拿了 我就打算跟车站人先拼了 这个能力那是狗的 伤害比较高 我先让他住 果断预判窗 撑了他三下 按理说应该我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所以就直接干拉了 老许 但是你们还好刚偷了一些三级套 无肚子的人就是我了 成他们不注意 我又偷偷把麦打开 窃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 结果刚好二号在此时 被别人连打逮捕 虽然二号刚骂我 但是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我的 我跟粉丝聊天麦 确实太吵了 所以我打算直接去救他了 没事没事 我能救 我能救我能救 就当我打算去激战点队友的时候 三号开麦说话了 我还以为开玩笑 救他比救他还个嘲讽 你不要救他 其实我当他们开玩笑 毕竟他们三个人落在一起 他嘲讽你了 也看不起你 不要救他 我刚刚逼 我刚刚有点吵 毕满了 不要救他 真的吗 那么刚刚 他们有人快点了 所以他虽然是我救的 但是我却掉头了 还以为他准备在解释什么 没想到直接退了 千万不要救他 没想到想能得知好吧 通过队友的一番形容 再加上他直接秒退了 我已经挠不出来 他是怎么说我的 然后怎么又变脸的了 我去 没事没事 我去 谢谢提醒 一天这么暖心的队友 我直接决定去保护他们 队友 队友贴一下 保护一下队友先 结果我这电竞老都在一口下 队友就饶不住了 直接嘎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救你们 完了我在后面还被人 往后面来车了 再把这两个捣乱 呆瓜截掉以后 连子弹都没换 直接就奔向激战 结果这个激战 因为离房区比较近 还有人蹲着呢 最痛苦的还是 身后一个小子在玩炮呢 卧槽 直接拿命救了 这把我不玩了 不用不用不用 你自己玩 我们没事 你操作一下做好了 不用 不用救我们 他们在鸡蛋门口架子 只有直接开过去 肯定要被当人机刷 所以我就先拉到小房子 把状态打一下 所以轻巧不有人摸过来 我怎么说他们这么赶上呢 原来是由于这队人掌控了鸡蛋 就紫堂囊直接化身赶死队 反正死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复活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肯定也不能把它补了呀 一个鸡蛋只能用一次 等会我就救不了队友了 结果最糟的操作出现了 对面往我这边甩了一把手 把他队友给补了 然后再秒点击战 OK 我这位救队友没一点希望 你要的我就让你们几个崽子全部给我陪葬 你们去拍一部鸡蛋终结 惹不鸡蛋刚点冒烟 直接你又下来给我送了 真的是老想感谢他大叔 但是真的尽力了 看他们一个退掉 我只好给大家表演一波 但是急了